哈囉!快樂水族的粉絲 今天這個影片我們要介紹我們快樂水族賣的太空球 太空球這個名稱我們要請專利註冊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一個 太空球其實就是一種綠彩 這個是我們販賣的太空球 然後這一種是碎石頭黏在一起的球 就是有時候客人會買錯啦 然後這一種比較接近黃色的這個是一種玉米球 我把它叫玉米球啦 然後這一種是一種很細的陶土 陶瓷做的陶瓷球 這個的毛孔性就更差 這個是我們販賣的第一代 我們現在已經有推出第二代了 那剛好是 客人有一個魚缸的蝴蝶裡有問題 然後來求救 所以我們來給他 就是幫他 幫他 幫他急救一下啦 就這一缸齁 大家可以看起來這個水不算霧 但是你看他的魚 你看這個魚尾巴整個都是紅色的 這隻小的也是 這個也是 水質不好的話 魚的尾巴就容易變紅 那你看這一條 有沒有 我尾巴就會發紅 蝴蝶裡齁如果養久了 尾巴很長的魚 它的邊緣有一點點紅紅的那是正常 但是不會像這樣整個都 你看它這邊整塊都是發炎的狀態 其實水質不好 魚就會 水質不好 亞硝酸高 阿摩尼亞高 魚的尾巴就會像這樣 像這一條 就稍微微微的發紅 你就不會覺得它白到很亮 那這個是尾巴有折斷 有折到以後 軟骨折 然後 其實它自己都可以修復 但當你水質不好的話 魚的自己的修復能力就會差 像這一隻魚是整個尾巴都是紅的 拿客人的詢問就是像這樣 他說魚氣都紅紅的怎麼辦 這是客人來詢問我們的 10月9號的時候詢問的 齁 那我會請 其實像 像這個情況齁 你不能叫客人 就是下藥就好 譬如說他下什麼消炎藥 尾巴紅紅的嘛 發炎就下消炎藥 其實有時候是水質不好 跟環境造成的 所以我們要 我都會問說 叫客人像這邊 他最近有沒有進新雨 有時候新雨會傳染 那其實我覺得是水質不好 所以請他過濾拍來看看 齁 那這個在我們的養魚教室的時候 有時候都會拿來做教材齁 齁 那像這一缸客人這樣子拍的話 其實就看得不是很清楚 齁 這是放馬達的地方 然後我就請他拍正面齁 過濾槽的正面拍一張 齁 那他已經有使用殺菌燈了齁 他問說飼料會影響嗎 其實飼料是不會影響的齁 就是要看一下綠彩 還有他整個底浴缸 然後客人就有拍這張照片了 來了 你看 他這個魚缸可能是四尺的 這個底浴缸可能有三尺半 其實蠻大的 但是可以看到很可惜的是 這裡沒有放綠彩 這裡也沒有放綠彩 這裡放馬達的地方也沒有放綠彩 那他唯一的魚缸就靠這裡 就是這個 兩大袋的陶瓷環 齁 那你們可以看得出來 他的水就 你會覺得水齁 用台語講叫做格格啦 就是有點黏稠狀 然後水有點黃黃的 然後水也不會很透 過濾槽裡面就髒了 然後剛剛那個 魚缸裡面的水 雖然沒有說到霧 但是水不會透徹 齁 齁 那像他這個 齁 齁 我跟他說飼料 齁飼料不是吃你們的 之前是吃你們的 飼料比較差的話 污染也會比較高 這其實也會有差 但是關鍵也不是 如果你的綠彩好的話 飼料差一點是也沒有關係齁 齁 飼料沒有很大的關係 是綠彩不行啦 齁 兩大袋沒有用的陶瓷環 南大魚會身體發紅 我問他說多久換水一次 然後你看齁 一個四尺缸齁 一個四尺缸的底綠缸 每個禮拜都換水 所以這代表 它的過濾其實根本就沒有發揮作用 客人是靠羊 換水的時候 把魚缸裡面的毒素 稀釋掉 齁 然後一個禮拜又一次這樣子 每個禮拜換水 魚還是這樣子 紅紅的 齁 所以代表它的綠彩不行 齁 那你看魚很好玩齁 魚身體弱的時候 它的黏膜 它的黏膜就會分泌 然後就會 身體會比較操車啦 所以鬍子就會去吸在魚身上 齁 那我就是趕快寄那個 寄底包太 他就趕快買我們第二代的太空球 齁 那他是10月9號 來求救的嘛 那我們大概 其實我當 大概第二天10月10號 就給他寄過去 那這裡是10月15號 齁 那你看喔 你看他現在的魚缸 大家可以注意看喔 你看這個水現在是透的 有沒有 因為你看連背景 背景紙後面看起來都是亮的 有沒有 那魚身上也整個都是白的 你看尾巴已經恢復正常了 齁 我們來看一下影片 而且你看 魚都很有活力 有沒有你看 整個魚的尾巴紅色都消失了 然後魚缸現在這麼透 有沒有 從這個地方看到對角 整個都是這麼透 齁 這條是黃色的 其他這些白色的魚 紅色的尾巴全部都消失了 齁 你看 五天而已 如果你用對綠彩 你的咬燒酸降低 阿摩尼亞降低 魚就不會有問題 齁 那 從 從原本發紅的狀態 變成那個 齁 因為白色的魚身體發紅 就很敏感啦 就是比較明顯 齁 就像 白皮膚的人如果過敏 或者臉容易吵紅 就會感覺很明顯 齁 就這幫 就幫他急救成功 齁 那他免於倒缸 魚隻現在狀況復原的不錯 齁 所以就 就幫他解決了 齁 所以五天 你看 有時候其實 所以綠彩其實真的很重要 而且 我們的太空球綠彩真的是 很神效 因為我們太空球的綠彩它是 真的有很漂亮的毛孔 就有很多啦 就有很多很 這個材質齁 是日本的陶土 是日本的陶土 然後它充滿了孔徑 跟碎石頭 打碎的碎石頭再黏在一起不一樣 那這種玉米球的話 是做出來的毛孔 那這個就更不用講了 毛孔性很差 齁 那我們再來做一下那個綠彩的 吸附實驗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顆是我們賣的快樂太空球 齁 我們的質地比較精細 比較密 那這個是現在坊間外面會出現那個山寨版的 齁 它的顆粒就比較 比較粗 而且它的質地比較鬆脆 齁 齁 那我們可以有一個簡單的實驗 其實 很多客人都會買錯啦 那我今天要強調一點 快樂水族的太空球跟第二代的龜藻球 齁 這是第二代的龜藻球 我們目前為止只有我們 我們自己獨家販售 並沒有批發給別人 齁 也沒有給別的經銷商 所以如果不是跟我們買的就是山寨版的 就是 別種的啦齁 當然它如果不要叫太空球就隨它了 齁 但如果要叫太空球我們也沒有辦法 齁 齁 就是 畢竟以和為貴啦齁 雖然我們有請專利 但是 也不想去訴訟齁 齁 但是 就這樣囉 你看這個是我們的齁 啊 這個是山寨版的 因為看起來都很像 所以有些客人會買錯 齁 那我們可以做一個簡單的實驗來 這樣 在這裡 我把它拿來這裡齁 齁 這個是山寨賣的球 那我們其實也不用 來 好 3 3 2 1 你看 全部都碎光了 因為它太酥 它 它太鬆脆了啦 你看 我手捏捏 全部捏成粉 那這個是我們快樂的太空球 再怎麼捏很難捏出粉 那你看喔 我一樣用力炸 齁 你看我只能扎 它只能被你壓碎到底下那邊 因為底下這裡是 大理石嘛 齁 我們壓兩下 要很用力砸 它才可以那個 才有辦法 在硬的那一面才會 才會碎 像這個已經全部都碎光光了 齁 欸這裡還有一顆齁 所以我如果覺得 心情不好的時候就會來 蠻紓壓的齁 這個是我們的 有沒有 然後最主要還有一個材質的問題 我們是用日本的陶土啦 啊這個到底是用什麼材質 我們就不知道齁 所以就是會像這樣 第二個就是 太空球有時候久了它會掉屑 那掉屑 其實是一個小小的缺點 那我們常常就在想說 我怎麼樣讓缺點變成優點 而且現在外面有仿茂的 做的顏色有點像 可能去分不出來 所以我們就開發了這裡 第二代的這個叫做龜藻球 然後這邊有一袋 這個是我們就叫這種東西 叫這種材料然後讓廠商去幫我們添加在龜藻球裡面 龜藻就是一個網然後兩個土 這個就是食品級的這邊有寫齁 這個是食品級的天然的那個龜藻 龜藻土磨成的粉 這個就是龜藻粉 把它適量的添加在我們的太空球裡面 我們的龜藻球裡面 這樣這樣一來 釣穴的缺點就變優點了 這個是它的天然的綠色 那個微綠色 釣穴以後剛好魚可以適量的吃 吃進去龜藻它可以 龜藻土它可以除蟲 有益它的腸味道健康 那這邊 這邊我再來介紹一下那個龜藻土的成分 這個是Google網路上介紹龜藻土的 所以這個我把它抓下來這邊有兩篇 那上面這個是A片 這個跟那個沒有關係 這是 好那我們來 欸為什麼叫不出來 怎樣 這要點兩下嗎 欸 等一下我再試一下 哈囉其實龜藻是一種 水裡面的細藻 然後沉澱在湖底 後來就變成一種化石 那個龜藻土你把它磨碎以後 它就是一個無味 無毒 無污染的 淡水湖 細藻土 齁 那在這邊 細藻土也叫做龜藻土 齁 那在這裡齁 這裡有食品級的 齁 我們剛才進的就是食品級 就是這一包 齁 齁上面很多圖案啊 有馬啦 牛啦 雞啦 豬啦 齁 它可以添加在飼料裡面讓動物去吃 齁 那 可以 你看這裡齁 齁 可以添加魚豬飼料 雞飼料 魚飼料 蝦飼料 所以適度的添加可以那個 有益 有益它的腸胃到健康 齁 所以這個就是 這裡齁 齁 這個就是龜藻土的成分齁 齁 那 還有一篇啦 但是我點不出來齁 齁 因為可能是那個 書籤裡面太多A片了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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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 其實材質都差不多啦 那 市售的陶瓷環有兩種 這一種齁 這一種是最差的 這一種你們注意看 就是剛剛有另外一種什麼球的有沒有 做得很密的那一種 也是把它做成圓球 而且它是用攝影子攝的 就是 在大陸的話就這樣做 齁 這一種齁 很好玩 這一種是最高密度的 真的是陶瓷 然後我這邊會有 這邊你看 我特別從我 來 給大家 猜一下這是什麼東西 遠拍遠拍 近拍拍不出來 這是什麼東西 我從廁所拿的 這是我們的馬桶蓋 馬桶蓋上面 水箱蓋 水箱把它蓋轉過來 然後你看 水箱蓋轉過來這裡 沒有上 如果沒有上釉的這個 齁 外面是上那個 上 陶瓷吧齁 沒有上釉的這個 它就是這個材質 齁 就是剛剛這個一模一樣的這種陶瓷環 所以這個是一個 最差的陶瓷環 根本就沒有什麼毛孔 那你看喔 我們現在用的這個是賈基蘭的水 我只是要做它 能不能吸水的實驗給大家看而已 能不能吸附 很簡單的就是我告訴你 如果連水都不太進得去 那你要怎麼培菌 有沒有 然後另外再來會做出這種陶瓷環 現在市面上比較常靠 你們有時候買到比較紅色的大顆的 它表面上看起來有很多的毛孔 齁 但是問題就在這裡 那你注意看裡面 內壁齁 我來壓碎一顆齁 等一下 好 這一顆我把它打碎了 你們注意看齁 它內壁裡面就沒有毛孔 有沒有 內壁是光滑的 因為 外面這個毛孔是底部的 壓膜出來的 然後為了要壓出這麼細的膜 這麼細的顆粒 它用很細的陶瓷粉 所以也是這樣來 你看 有沒有 你們可以看到它會吸水 但是 很慢 有沒有 你看等這麼久了 你看 它到現在也是吸到這樣 那這個是我們賣的 龜藻球 齁 等一下齁 我還嫌它水不夠多 好了好了 來 這是我們用的龜藻 我們快樂水族賣的太空龜藻球 第二代的齁 齁 來囉 把它靠近齁 你看 水全部都進去裡面了 齁 而且它怎樣你知道嗎 它甩不出來 齁 代表它進去裡面 整個都被吸收了 所以 齁 齁 這下倒太多了 所以其實你 好的綠材就是要充滿毛孔 而且它的毛孔就是 就是要很綿細 然後它就可以 水可以自由的進出 然後 有很多 有點像蜂蜜蛋糕 齁 齁 你看這個就完全吸滿 然後這裡再來一顆新的 你看 全部都被它吸光光 有沒有 這就是一個簡單的實驗 齁 那 也就是告訴大家 你看 這一些 它都進不去 也上不去 齁 所以這個就是陶絲環跟我們快 快樂水族賣的第二代的龜藻球 一個簡單的實驗齁 也告訴大家 那之後我們會分享 很多金魚缸啊 龍魚缸啊 各種魚缸 齁 實際使用我們 快樂龜藻球的 客人回傳的一些見證 齁 用客人的魚缸最準 齁 齁 齁 那今天幫大家介紹到這邊齁齁 齁 快樂龜藻球 快樂的太空球第二代 快樂龜藻球 跟大家介紹到這裡 拜拜